诗篇第六十八篇 愿神兴起,愿祂的仇敌四散 愿恨恶祂的人从祂面前逃跑 愿祢把他们赶散,如同烟被风吹散一样 愿恶人在神面前灭亡,好像蜡在火前融化 但愿义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 愿他们高兴快乐 你们要向神歌唱,歌颂祂的名 为那乘车经过旷野的预备道路 祂的名是耶和华 你们要在祂面前欢乐 神在祂的圣居所,做孤儿的父亲,做寡妇的申冤者 神使孤独的有家可居住 领被求得出来到丰盛之处 唯有悖逆地住在干旱之地 神啊!你领着你的子民出来,走过旷野的时候 地就震动 在你面前天也落下雨来 这西乃山在神面前,就是在以色列的神面前也要震动 神啊!你降下大雨 使你贫瘠的产业得到滋润 你的子民住在其中 神啊!你满有恩慈 为贫苦的人预备了一切 主发出命令 传扬好信息的妇女就成了一大群 带领大军的君王都逃跑了 逃跑了!住在家中的妇女分得了战利品 你们躺卧在羊圈中,如同鸽子的翅膀镀上白银 羽毛镀上黄金 全能者赶散境内猎亡的时候 就像撒门山上下大雪 八山山是神的山 八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 多峰多岭的山啊!你们为什么敌视神所喜悦居住的山呢? 耶和华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 神的车马千千万万 主从西乃山来到祂的圣所中 你升到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福禄 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当中,接受了礼物 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主,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祂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 人能逃脱死亡,是在于主耶和华 神必打碎仇敌的头颅 就是打碎那些常行在罪中的人的脑袋 主说,我必使他们从八山回来 使他们从海的深处回来 好使你在他们的血中洗自己的脚 使你的狗的舌头也有份舔仇敌的血 神啊!人人都看见你的巡行队伍 看见我的神,我的君王的巡行队伍进入圣所 歌唱的在前头行 坐月的走在后面 中间还有几股的少女 你们要在大会中称颂神 以色列的子孙啊!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在那里有微小的宾亚敏领导他们 随后的有犹大的领袖成群结队 还有西布伦和拿弗塔利的领袖 神啊!召唤你的能力吧! 神啊!建立你为我们做成的事吧! 因为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众王都把礼物带来献给你 求你斥责芦苇中的野兽 成群的公牛和万民中的牛犊 并且把贪爱银快的人践踏在脚下 求你赶散那些喜爱战争的民族 有史节从埃及出来 古诗人赶快向神呈献礼物 地上的万国啊! 你们要歌颂神 你们要颂养主 歌颂那成价在自古就有的仲天之上的主 看啊!他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声音 你们要承认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他的威荣是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显于穷仓 神啊!你在你的圣所中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把能力和全能赐给他的子民 神是应当称颂的